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威风罢面 打遍天下无敌手 行侠仗义就百姓于水火 人生赢家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真实历史上的他们的生活 真的有如此潇洒吗 荧幕与历史 黄飞红是武术界的一代宗师 也是一位既是为怀就死扶伤的名义 说起黄飞红 老一辈的人会想起饰演他的李延杰 电影里的黄飞红威风凛凛 武功盖世 家中家产因时 衣食无忧 黄飞红和十三姨的爱情 更是羡煞旁人 更年轻一点的人 也许会想起 另一个饰演黄飞红的彭于燕 在电影里他胸怀大意 只梦而行 观之让人热血沸腾 可他的一生却不似荧幕中的那般潇洒自艺 事实上现实中的黄飞红的一生算不上平稳幸福 晚年甚至可以用惨大二字来形容 璀璨的半生 历史上黄飞红确实是广东佛山人 拥有非常高的武学天赋 他生于战争期间社会动荡 从三岁开始就跟着他的父亲黄其英练武 父子二人靠卖武为生 练到他十三岁时 就已经基本掌握了他父亲的所有武功 黄飞红天赋极高且痴迷武学之道 长大后对武学也从未放弃探索 因为黄飞红从小到处跑码头 结识了不少社会底层疙瘩人物 也在儿时卖一生涯中 认识了很多能人艺事 跟随他们先后学习到了 无垠腿铁线拳等武功绝学 其中用四项镖龙棍奠定了他少年英雄的名号 黄飞红异善于武师 有广州师王之称 黄飞红不仅武学天赋极高 而且还拥有商业头脑 他在民间开设武馆教任武功 后来英常去军中教授便关闭了武馆 武馆虽然关门 但黄飞红想只要练武就会伤到筋骨 受伤就需要医治筋骨 于是黄飞红开办了一家 专制跌打损伤的医馆 名为宝之灵 麦跌打酒 玄胡济世治病救人 上至将军下至百姓功效显著 刘永福为宝之灵赠目贬 为其提词记忆皆经 黄飞红这一生凭借着他过人的武功和智慧 成为了中外文明的武术大师 他武艺高超 医术也精湛 个人注重德行 一直坚持要用德行来服人 从不是强凌弱 上至将军 下至百姓已是同仁 他支持有能力的作为师父 注重个人的刻苦努力 黄飞红更是力排众男轻女的观念 最先收受女弟子 还创办了女子师队 黄飞红忧国忧民 关心社会大事 作为武学大家不只是追求自身的造诣 而是心怀天下 感念百姓困苦而投身于报国队伍 被聘为清朝军队的武术教练 后来被刘永福赏识 聘黄飞红为扶军级机总教练 跟随刘永福到台湾 黄飞红投身军队是武学精神的深刻体现 更是为后世有志之士 投身报国提供了基础 星光的陨落 黄飞红这一生一共结过四次婚 当时社会上实质还有传言道 黄飞红客妻 这四人妻子共孕育的四个儿子 两个女儿 但是黄飞红的凄惨离世 可以说与他的儿子们的遭遇关联颇深 是什么让这样一个身负盛名 家产殷实的武学宗师 落得一个如此凄惨的下场呢 首先说第一件事情 黄飞红一生武功登风造极 而四个儿子中 恕黄飞红的次子黄汉森 最得黄飞红武功的真传 恕大招风 招来的也不只有公平正义的君子前来鄙视 还会招来一些阴陷狡诈之辈的妒忌 有这么一个外号叫鬼眼良的人 一直想要比武胜过黄飞红 但他与黄汉森交手 也走不过几个回合 恼羞成怒的鬼眼良 在灌罪黄汉森后击毙了黄汉森 黄飞红此时已经63岁 老年丧子的悲痛 甚至使他改变了他的教育理念 不再教授儿子武功 让他们去从事别的行业 不要因为武功招惹麻烦 如果说黄汉森的死 只是让黄飞红改变了教育理念 那第二件事情 保之灵被大火吞噬 就是给黄飞红的晚年生活雪上加霜了 当时因为广州商行暴乱 商户们无法承担起高额的税收 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 商户杀人放火宣泄愤怒 一时间社会上混乱不堪 其中一次放火烧房没有得到控制 一连烧毁了一整个街道 可惜的是保之灵就在其中 大火吞噬了保之灵 一夜之间 这个养活黄飞红一家的产业成为了废墟 保之灵的烧毁 摧毁了黄飞红一家子的财路 黄飞红长子黄汉林管理保之灵也宣告失业 而此时的黄飞红已经68岁高龄了 这两件事的接连打击 让这个一生辉煌的大英雄身心俱疲 万念俱灰 终于在一年过后黄飞红彻底病倒了 他的儿子们不善经营 钱成了这家庭的一大难题 钱 这一难题在黄飞红去世的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一大家子人居然连买棺材的钱都凑不出来 一代天骄隐落无法入土为安 让人唏嘘 最后是平常受黄飞红照顾的邻里和朋友们听到消息 一起凑钱给黄飞红买了棺材下葬 并举办了丧礼 让他入土为安 傲气傲笑万重浪 热血热胜红日光 胆似铁打鼓似金刚 胸襟百千丈 眼光万里长 当一曲激昂人心的男儿 当自强想起的时候 我们心中会怀念起那个传奇中的武侠岁月 黄飞红他所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只是那几套拳法 更多的还是那种侠义精神文化 以及在内欧外患时期忧鬼忧民的情怀 黄飞红这个具备了武侠人物所有气质的一代英豪 在去世时自家连棺材都无法支付 可谓晚景凄凉 可悲可叹 但他留给我们的武学财富和精神却是无法衡量的 黄飞红的武功真的那么高吗 真实的黄飞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黄飞红1847年出生于广东佛山 他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 也是治病救人的名医 黄飞红的父亲黄琪英 是佛山武术十大高手之一 只是由于贫困潦倒 所以经常以卖艺为生 他深感这种卖艺生活的艰辛 所以没想让儿子成为一介武夫 他想让黄飞红走试图之路 考取一个公民将来光宗耀祖 这也是当时为人父母普遍的想法 但是黄琪英万万没有想到 黄飞红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争取公民上 他早已经找到了自己日后要走的路 那就是习武 话说有大成就的名人 年轻的时候都会弄出点动静 不走寻常路 黄琪英没有办法 就只好开始传授儿子功夫 但是他惊奇地发现 儿子在学武方面天赋过人 悟性很高 真是虎父无犬子 还在七八岁的时候 黄飞红就开始跟着父亲卖艺了 到十二三岁的时候 黄飞红已经在佛山小有名气了 要说佛山 可是武术之乡 街上卖艺的人很多 当时有位前辈郑大雄 在佛山也是赫赫有名了 他擅长左手钓鱼棍法 于是摆下擂台 邀请武术界的朋友们前来切磋 但是好几天没有人能打败他 黄飞红出声牛都不怕虎 跳上台来请求比武 台下看热闹的众人 纷纷为黄飞红叫好 郑大雄这才知道 这个乳秀未干的少年 是黄琪英的儿子 他接受了挑战 但是郑大雄认为他毕竟是少年 小屁孩一眉 他就有意让着黄飞红 黄飞红觉察出来 要求郑大雄使出全部招数 郑大雄心想好大的口气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以后怎么在佛山立足 我就让你看看 马王爷就是比别人多一只眼 哪知道两人你来我往 几时回合下来 黄飞红竟然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郑大雄 从此黄飞红声明大振 后来黄飞红又跟随铁桥三学艺 经常看影视剧的朋友知道 这位铁桥三是广东石虎之一 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此人武艺高强 少年时曾拜福建莆田少林寺教英和尚为师 铁桥三真不含糊 他把毕生的所学都传给了黄飞红 从此黄飞红的功夫那真是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就连其父亲黄其英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后来 16岁的黄飞红一个人来到广州谋生 不巧遇见一伙强盗 黄飞红赤手空拳就把十几个歹徒打滴落花流水满地找牙 这个故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加之黄飞红为人一向谦和从不惹是生非 人们都很敬仰他的人品和武艺 就集资在广州开了一家武馆招说徒弟 由黄飞红传播功夫 这些也都体现在影视剧中了 黄飞红一生以武会友 结识了很多江湖豪杰也学到了其他门派的决议 相传他的平生绝技 有双飞陀 铁线拳 虎鹤双行拳 罗汉金钱镖 四项镖龙棍 公字符虎拳等 其中最擅长的应该是虎鹤双行和飞陀 虎鹤双行拳由黄飞红 及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而创立的 但黄飞红的武功并不是我们在荧幕中所看到的那样 飞来飞去战武不胜 其实他在好几次打抱不平忠拐不敌众掰下阵来 黄飞红纵横江湖数十年 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术大师 但他凭借的不仅仅是高超的武功 还有出众的智慧和人品 武功高中其量不过是一介武夫 四肢发达 是黄飞红却是内外兼修 文武兼备 而且他特别强调习武要先修德 练武要先学会怎样做人 现在在讨论黄飞红武功到底有多高 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们知道 他并没有因为武功高而欺压百姓 也没有依仗功夫为虎作伤 他是一个乐善好施崇尚武德的人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称他为一代宗师